蠻難過的 蠻難過的 加油 就是有點害怕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先前置了維也納的 長榮空服員返台後 直奔罷工現場 在台上講到激動落淚 我們總共在外站待十天了 時間比較充裕 不敢的 我們現在有十位先交了三寶 而十二名空服員中 已經有十個人 繳交罷工三寶 現場其他同事唱歌歡迎 罷工第七天 工會態度軟化 呼喊口號 希望和公司 再上談判桌 空服員為園圈 安排三個時段 分組討論 要取得會員共識 針對放寬訴求 包含日資費改成九十到一百五十元 之間都能談 淨搭便車 也能改成買票上車 繳會費就能享受福利 將有新八大訴求 二十七號上午十點 提具體對岸 希望下午重啟協商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一起退 我們只是要一個尊嚴 公會也不是不能接受 因為他們現在只有講 那到底是怎樣 我們並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公會趕快給我們真正的對岸 我們再來進行我們所謂的談判 不過前一天 長榮航空怒批工會 沒誠信 要求對岸白紙黑字寫清楚 罷工影響持續 航班大受影響 從七月一號到七月七號 暑假第一週就已經取消 三百九十航班 根據長榮統計 截至七月七號 取消超過一千四百航班 影響將近二十七萬人 但罷工究竟何時能落幕 得看勞資雙方什麼時候重回談判桌 而不只是隔空喊話 記者楊世紀 姚立強 謝祐雲 洪俊瑋 SNG小組 桃園報導